嗨,亲爱的清单控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 在之前的三个课室里,我们分享了清单的三大类别 分别是代办事项清单,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并告诉了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它们 今天开始的两个课室呢,我将告诉大家如何善用工具 来更加高效的管理和使用我们的清单 这两个课室当中,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使用工具 以及使用工具的正确方法,并简单的介绍四款 我主要正在使用的工具,以及各自不同的定位和使用方法 最后呢,再来详细的介绍这四款工具 今天的这个课室,我们就先来解决关于工具使用上的认知问题吧 在之前的课室中,我一直在鼓励大家使用纸和笔来罗列自己的清单 在这个过程中,你使用的工具呢,也就只有纸和笔,对吧 如果你执行过这些操作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的方面,这个方法会让你在列清单的过程当中,思路更加的清晰 因为仅仅使用纸和笔,你能够更加的专注 而不会受到太多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干扰 但是呢,使用纸笔作为工具,它的问题也挺多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体现在它的便利性上 使用纸笔作为工具,你得随身携带纸和笔吧 一是多了两件要携带的物品 二是可能出现临时需要记录,但没有携带这两项工具的情况 第二是效率上的问题 纸和笔虽然记录起来也很方便 但很多人都是提笔忘字 比如说我,写字就非常的慢 而很多想法类的清单呢,都是稍重即逝的 第三个问题出现在审视和回顾上 如果我们完全使用纸和笔来记录所有的清单 那么,当你需要一份特定清单的时候 你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它吗? 我的清单有接近三百多份 都是用纸和笔来记录的话 找起来会有多么的困难 而且,仅仅是代办事项清单这个类别 如果我们按照之前分享的方法 对它们进行清空大佬的操作并分门别类之后 你会得到许多代办事项清单,对吧? 这些清单有生活中的代办事项 有工作中的代办事项等等 而且,在这些清单当中 如果有需要明天处理的 有下一周需要处理的 那么,它们的内别及事件的处理日期 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维度 现在试问一下 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代办事项当中 明天需要处理哪些事情 该怎么办呢? 是从这些所有的清单当中逐一的查找吗? 这样的效率未免也太低了,对吧? 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 每天单独列出一份当日的代办事项清单 但是,这里也得需要去回顾每一份清单呀 所以,综上所述 为了方便和效率 在管理清单这件事上 我们得尽量的使用电子工具 今天的这一课室呢 我将向大家推荐我正在使用的四款工具 这其中包含了三款电子工具 以及一款纸质工具 三款电子工具 分别是印象笔记 抵达清单和幕布 而纸质工具呢 则是A4大小的翻格笔记本 有好奇宝宝的同学 可能又会发问了 诶,老师,刚才你不是说了 不要使用纸质工具来管理清单吗? 为什么在这儿又会推荐一款纸质笔记本呢? 别急 我们从清单的使用方式入手 如果按照使用工具的不同 来对清单的运用阶段进行划分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划分出两个阶段 一是创造清单 二是管理清单 创造清单的阶段 意味着我们需要无中生有的 来列出一份清单 而管理清单的阶段呢 则是对创造出来的 已经存在的清单 进行高效的管理及运用 我们先来说说清单的创造阶段吧 刚才我们有说到 在创造清单的阶段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集中自己的精力 并主动的避免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 这个时候呢 纸质笔记本就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使用电子工具 可能就会被各种消息和广告给打断 当我们回过神呢 意识到自己还处于列清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知不觉的过了大半个钟头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在创造清单的过程中 应该尽可能的使用能够避免干扰和打断的纸质工具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使用A4大小的翻格本呢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A4的大小 因为这样的尺寸呢 足够大 大部分的清单 我们都可以在一张纸上 完全的把清单给罗列出来 比如配合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列清单的三个步骤 在A4的笔记本上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按照这样的流程 挪列出清单 并进行归类和拓展 第二个因素是翻格本 所谓的翻格本 是在这样的笔记本上 用竖线和横线把类叶划分成了 无数个5毫米大小的翻格 有了这些翻格 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完成诸如划分层级 绘制任务框 甚至绘制图表等等操作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课程规划的案例 去年知名的微课平台维库的负责人找到我 希望我们共同打磨一个关于笔记数效率的精品系列课程 希望我能够把自己多年记笔记的经验 以课程的形式分享给更多的人 哇 提到笔记数这个系列课 当时我的脑子里就肆如泉涌 很多的点子冒了出来 怎么办 这么多点子应该怎么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精品的系列课程呢 后来我配合清单这项得力的工具 只用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 就理出了一份关于笔记数的课程大纲 首先我拿出了我的神迹 一个A4大小的翻格笔记本 用尺子在上面画了三条线 把它分成了四栏 上面画一条横线 在最顶部写上标题和日期 下面则用两条竖线把一块大的区域 划分成了1比2比1的三个区域 在第一个区域 我记下了这个系列课程最重要的期望 比如说针对的目标 适合的人群等等 这也是最重要的 只有确定的目标和人群 我才能够做出有针对性的课程 OK 期望的部分列出来了 接下来的就是根据这些期望 来制定这个系列课程的大纲 但是要把我脑子里不断涌现的想法给理清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把笔记本中间这块最大的区域写上了ideal tag 也就是想法的清单 把我所产生的所有的想法 全部以关键词的形式一一的写下来 在写的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想法 我的字体就会稍微的大一些 就这样大概十分钟 我把所有的想法变成了关键词 聪明的你一定看出来了 这一份无序的清单 就像是在我们浏览很多网站的时候 都会看到的关键词标签 然后我把这些字体较大的关键词提炼出来 列到最右侧的小区域形成清单 大概有十个关键词 没错 这些二次提炼出来的关键词呢 其实都是这个笔记书系列课程当中的课实 OK 这就是我运用清单 来完成一个系列课程规划的故事 刚才我们有说到 思考的过程通常都是需要高度专注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选择A4的翻格笔记本 在纸上来完成这项操作 这就是A4翻格笔记本的妙用 我们在创造一份清单的时候呢 请尽量的使用它来完成 其实在我们刚才推荐的四款工具当中 除了翻格笔记本以外 我也把幕布作为创造清单的过程来使用 其实说了彻底一点 幕布就是一个大纲的制作工具 大纲的概念 其实就是带有层级结构的关键词清单 利用幕布呢 我们可以能够很快的把自己的想法分层级的挪列出来 并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它的说近和层级 没错 幕布的核心就是大纲 但是呢 它却不只是大纲 现在的互联网提倡极致思维 而幕布就是这样 把大纲做到了极致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评价使用幕布过后的感受 那就是行云流水 在使用幕布整理自己的思维 把它列成清单的时候呢 很容易做到只关注内容本身 仿佛进入心流状态 一点一点 一层一层的去书写自己的想法 最终呢 把它们罗列成一个清单 另外 思维导图和大纲的层级 其实内容是相通的 大部分的思维导图软件呢 都提供了查看 甚至导出大纲内容的功能 而幕布则提供了大纲 向思维导图转化的反向功能 而且幕布提供了几乎所有平台的版本 无论你是使用苹果还是安卓手机 也无论你是使用Windows还是Mac电脑 甚至即使通过网页版 你也能够随时的使用它 所以与我 幕布也是一项列清单的重要工具 而在使用上它与纸质工具之间的区别呢 在于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思考或者是清单 我会使用纸质工具来完成 而对于思考强度比较小的任务来说呢 我则会使用幕布作为工具来罗列 毕竟打字会更快 对吧 OK 我们今天的课时呢就到这里 在这个课时中 我们主要分享了列清单的两个过程 创造清单和管理清单 在创造清单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需要高度的专注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使用纸质笔记本来完成 纸质笔记本呢 推荐大家使用A4的翻格笔记本 而思考强度没有那么高的清单或任务呢 则可以使用幕布这款工具来完成 在下一课时当中 我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另外两款清单工具 印象笔记和滴达清单 那么我是清单控沙流 我们下次课时再见